好那现在呢 咱们这服务器已经运行好了 咱们把它登上一台 登上来之后呢 把我刚才那段程序运行起来 把我这段程序运行起来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点击一下提交 上面是不是已经好了 然后这时候呢 大家再去从刚才的公众号当中进行一下测试 有没有能收到消息 能收到吧 你会发现你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是不是就会收到什么样的内容 除了你自己的表情之外 如果你使用的表情是输入法里面对应的表情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啊 是不是有适当了 是不是你发送什么东西 给你回传什么内容 你给我发送回报没有用的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你给公众号应该是没有红包这概念的吧 因为你操作的是公众号不是个人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说明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在这一点过程当中 咱们来去看一眼 有些时候你就有没有去发现 如果你试的是这个表情的话 它是不是也能给你回复表情啊 那么现在看一下 这表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表情的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表情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分为几种的 分为哪几种呢 你里边比如说微信里边的点的那个普通的这样表情 这样表情你虽然看起来是图片 但是它不是图片 它实际上是文本 你比如说你可以去输入一个斜线 两个冒号再加一回复号 你看一下它打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一个小表情 它实际上是对应这东西 对应着一个文本 所以这个文本也对应的是文本消息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除了这样一点之外之后 那实际上输入法当中 实际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表情啊 输入法那些表情呢 代表的是叫做emoji表情 emoji表情的话 它跟上面的东西不太一样 上面这些表情呢 是用多个字符 比如说用那个斜线冒号V 代表是你一个这样的表情 而对于emoji表情的话 它是用一个字符来进行表示的 所以它是有两种区别的 那这个说是关于表情 那还有自定义表情的 如果你收藏了那么多表情 往我这发的话 你是不是代表是消息无法处理啊 是吧 所以那个东西就不是文本消息了 它是另外一种东西 所以没有办法处理 那么对了 我是建议的 我这些议议的 我这个东西就不是做的 有一个人的 就是过来的 有一个人的 比较有一个人的 上去的 那里有一些 没啥 不可能